条条热榜,普京正式签署暂停核武条约法律,就是一条削减战略核武区的法律,要开始汇武大邦了,要开始利用大杀器了。 有评论,西方不让俄罗斯安全,俄罗斯也让西方不安全。这是什么话,西方要你不安全,你日子过得好好的,你去人家侵略,那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吗?是你大毛子不然活的问题。 这话也可以用到他身上啊,他让人家不安全,普京的手下也会让他不安全的。 早晚他们会很快的完蛋,早晚他们会提到这个大杀器的问题。 我相信,当他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时候,他也自己会自己就完蛋了,不用别人打他,他们自己人就会把他干翻。 你想想啊,谁不想过日子啊,是吧?你不想过日子,你手下的人还想过日子吗? 先把他干翻算了。 好,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这个频道啊,谢谢大家。